这跟公园有关的消息 但你还看到的是为了维护进入公园民众的安全 新北市政府目前针对全市61处热门景点公园来进行安全措施 这个安全措施就是说除了一般的公务车之外 机车跟汽车都是不可以进入的 虽然现在还是在这个劝导的阶段 但是如果说过了劝导阶段还是不遵守规定的话 就可能会收到罚单 为了维护进入公园民众的安全 日前新北市政府已针对全市61处热门景点公园进行安全措施 除了公务车以外 一般的机车和汽车禁止入园 车都在行政或有所调的问题 恐怕会比较有危险 所以我们选公园已经表现新北市政府 列为新北市政府61座其中一座 只能有公务车里面的公园 就是说减着所有的这个车辆 不要进去公园跟我们的乡亲 来清担这个运动的空间 新洲目前已得知福寿公园 黄城公园以及私贤公园等等 已在入口处清楚标示 禁止车辆进入图案 底下甚至有公文告知相关事宜 判市民朋友们先行养成习惯 日后违规者将有处罚条例 以示称处 在我们这个公园 这个禁止进入这个牌子 里面已经有公告到我们新北市的公文 就是说这个车辆车辆要约一公月 这一公月后 我们警方可以以这个道路触发管理办法 来对着违反的民众来触发 所以说 让我们的乡亲千万不要像自动的 来骑到公园 不但可以为我们民众的安全 也能让自己减少损失 未来相信民众可以安心在园内游戏散步 不用担心随时有机车竞速而过 也希望届时宣导骑过 大家得记得要守住自己的荷包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